嗨你好,我是快乐骑士Ricky 我从小热爱运动 尤其是羽毛球和游泳 那因为我的运动过度激烈 也曾经跌倒过 所以导致我的脊椎 呈现出X型 还有我的这个 腰椎第三节的地方 它有凹陷进去 所以不能够提重的东西 运动都要小心知识 所以曾经去看过骨科 专科医生,医生说可以动手术 可是动手术的话有50%的风险 或者是瘫痪 因为会伤害到神经线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 游泳和骑脚车的运动 能够加强我背部的肌肉把它 拉出来,把里面的那个 跑位的这个骨骼 把它再拉回原位 所以我在这里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改善我的运动伤患 让我重新享受运动的乐趣 因为我怎么样能够 再次的拥有我健康的身体 然后怎样增加我的体能和耐力 我相信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你自己如果你是热爱运动的 尤其是骑车的话呢 我们一般上呢都是 我们的控点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骑的不够快 速度不是我们满意的 然后我们的距离 有时候常常骑到比较远的距离的时候 会感觉到力不从心 非常疲累是吧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我的几个朋友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骑一次超过一百公里的 然后我们平时也骑车 我们也保持着那个速度 然后我跟大家 抱抱一下就是我的速度 从五个月开始 五个月前我开始骑车到现在 都在进步当中速度在增加 然后我们的距离也在增加当中 那其中是有很多秘诀的 其实我接下来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样做到的 怎么样改善我的健康 我现在这个S字型 那个骨骼已经好转了很多 改善了很多 而且我的腰椎第三节也不再痛了 另外我真的是享受我的运动 现在很开心 因为运动也接受到很多很多新的朋友 也拥有一个新的 好的体勃 好的体力 我还要跟大家 报告一下就是我的肚囊消掉了6公斤 我之前71公斤 现在是65公斤肚囊平平的 很快就会有6块腹肌的出现 好 我接下来会跟大家慢慢分享 整个过程和秘诀 谢谢